三位往前一點 好 我們一開始就充滿了這個禮商往來恢復的狀態 熱情的 然後台北市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那包括市場這邊都有很多特別的東西 歡迎大家來我們這裡面可以這個 不妨一遊 安排一下這附近啊 就可以夠大家這個玩樂的非常的一整天 OK 好 OK了嗎 大家好 好 謝謝局長 但是謝謝局長 很有福氣 真的很甜蜜然後又很開心 然後來那個擔任代言 台北好玩嗎 在動畫的心裡頭哪裡最好啊 非常好玩 其實台北有非常多巷弄老街 其實大家沒有發現的 也有當然很多住年景點 像是我可以推薦大稻城 因為之前我在替香港主持外旅遊的時候 我有特別介紹大稻城 它除了它有那個大稻城的港口 對 可以去騎自行車之外 它裡面也有很多古色古香的餐廳啊 或是店裡面 大家都可以去過 對 其實我以前只要年代久遠的 古蹟式的建築也都在那邊 可以讓大家那個一保眼圖 對 可以看到以往那個台北繁華的那一面 對 那個重遊就聽那種感覺也是滿厲害的 對啊 那旁邊那個在小時候住在國外 再次回到台北來 台北讓你不想再走的美麗的景點 我有一個就是剛剛有想到的 就是其實我小時候呢 很久 因為我是國小的時候在 在那個國小的時候在台灣念書 然後 那時候爸爸有帶我去過烏來 烏來的亞洲樂園 然後結果現在沒有了 但是我還有再回去一次 然後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因為有溫泉 然後還有很多 也有很多人文的東西 也有一些小吃 對 對 對 就是也是螢幕 對 螢幕初吻 螢幕初吻 對 初吻都讓人難逛 一個螢幕初吻 一個2016年初吻 那你現在如果再帶你去那邊 你會那個在那裡就是久久不能自拔 不想離開嗎 會很害羞 趕快逼他 好害羞 但是別人是很適合 所以我在那邊可以就是 就是推薦給大家去那裡接吻 對 我們推薦了一種 城市新旅行的最新的一些甜蜜的小互動 對 但也不要太過頭 因為剛好前面是警局 所以如果警局太過頭了 其實很容易被抓走